超審時雁柯菜的米澤師傅 好啦 歡迎米澤師傅 好 大家好 聽說日本對於和牛的規定 是相當嚴格的 對 沒錯 和牛有什麼樣的進一步消息 可以跟大家分享 它必須要土生土長 它必須要血統純正 重點是它一定要符合 它們的標準的養成方式 才可以稱作 和牛的治療 而且今天的和牛 來自日本第一農業重症 就是鹿兒島 對 那和牛的產量 是全日本的冠軍第一名 第一道菜叫什麼 鳳香和牛搭松露翠片 鳳香是鳳梨 松露翠片是不是 松露翠片的部分就是這個 西谷米 它去製成 然後去烘乾 就是煮了之後下去泡 泡到熟 然後加松露進去 然後下去烘乾 首先先來炸的松露翠片 那這邊油溫很高 就直接下去 然後它炸的時候 然後它炸的時候 香腸胖 好美 像變魔術一下 那種猛咪胖的感覺 對 讓它沥油一下 好一點 老婆在做菜的時候 你會唱什麼歌 其實在家 來 兩首 老婆在做菜不會唱歌 我們會一起做菜 老婆滿好美 老婆做菜你就旁邊帶海鮮 就可能我這二廚 我們小孩滿乖的 他會坐在旁邊 他老婆坐在旁邊 所以他會想來 他會被扁 我真是寶寶 你加了什麼 這邊我要醃鳳梨 加了均度橙酒 然後再加檸檬汁 然後再加一點氣泡醋 綠綠的那個呢 薄荷嗎 這是薄荷 和牛的部分 我就先把它對切 好 你今天是用了哪一塊部位 我今天用的這個部位是菲力 菲力的部位 然後我等鍋子熱 然後我這邊因為裡面 還會再拌一個 時間過了兩分鐘 壽司飯加了那個芥末紫醬 芥末紫 對 所以你的拿手菜是 然後我鳳梨是因為是 我的拿手菜 其實我之前在一個 音樂比賽裡面有做過 蔥雞湯 就是母四流蔥雞湯 我也做過 又快又好吃對不對 那個時候李榮浩是我們的老師 他喝到就很驚訝 但其實不是我的雞湯啦 沒有沒有 這是你的雞湯 五四個的雞湯 你的母四流救了很多 就是救了很多人 倒數最後一分鐘 最後一分鐘 和牛是不是除了品種之外 它真的運動量比較少 為什麼那麼油 不完全說是它運動量 但因為我們 一般現在養牛 有分兩種比較大中 一種是倦養 一種是在放養 澳洲偏放養 然後日本跟美國是偏倦養 對 所以美國牛或日本牛 就油花稍微多一點 那品種來說和牛是有幾種 真的好香 太邪惡了 太誘人了 這算是奢侈的 剛剛一整盤的和牛 真的 好誇張 那個是什麼 魚子醬 魚子醬 米澤 海肉大餐 您又破費了米澤 沒事 你自己花了錢嗎 對 我自己 那你這樣通告被買了嗎 完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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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浩子的內容 只有答對的人才吃得到 我很想吃 有點不好意思 真的嗎 你不好意思我可以幫你 好吧我還是吃飽 難得來 人風來吃一下 這真的好軟好軟 吃一股米的鬆脆 在這邊好舒服 因為和牛會比較油一點點 最後再配上這個鳳梨 就撿膩 沒事 這很好 怎麼會這麼濃一點 可惜 你吃到這道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師傅 謝謝